毒蟲拘捕,国道奔逃,咬良警察 这个被警方逮捕,用外套蒙住头的是 33岁的毒蟲,黄宗根 他才刚获得假释出狱 昨天凌晨,他开车行经北俄高 乡山路断食 因不当超车,遭人检举 国道警察拒报,开车将他拦下盘查 他下车时,左胸鼓起 被警方收到毒品 他吓得拔腿就跑,在路间狂奔 两名警员从后锥杆将他扑倒 他竟然张口乱咬两名警员的手 三人拉扯扭打,滚落到这处 拨砍水沟,刑犯碟的头破血流 警方将他制服送医时 看向警察,怎么不打死他 乐界太痛苦,他宁愿死也不入肩 被咬的警员一度担心毒蟲有艾滋 会被他感染 幸好经医师证实安全无虑 才松一口气 警方训后医毒品,妨害公务等罪嫌 将毒虫移送访办 东新闻新竹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